66岁汤姓男子自认含冤,今天下午4点多驾驶中行货车载七桶汽油,由七开进苗栗地方法院大门,青岛童子后企图自焚,法警发现及时压制,并未酿灾,现场一片狼藉,警方及消防局赶到现场处理,初步调查由五桶汽油,警方逮捕汤姓男子进一步调查中, 汤姓男子先前找媒体陈情,自闭大部案行冤,各审法官都是睁眼说瞎话,他没有受到重视,他老家在苗栗县卓兰镇平邻里,2013年,2014年因土地纠纷,遭人墙拆土地上的围墙,连带地基也遭损,屋内财物也不翼而飞,远景也到场,铁证如山,却还盼他败诉, 对造今年七月还申请法院强制拆屋孩的,他不甘愿自杀,不能解决难题,求助,才是最好的路,求救请打1995,要救救我,苗栗抵防法院今天下午四点多遭汤姓男子倒汽油企图自焚遭致至危样灾,现场一片狼藉,记者范荣达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